这节课我们学习Policy-Bas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策略学习。 我们要用一个神经网络来近似策略函数,这个神经网络叫做Policy Network,策略网络,它可以用来控制agent运动。 想要训练这个神经网络就要用到Policy Gradient算法,Policy Gradient算法是节课的重点。 我们回顾一下Policy Function,策略函数,然后看看怎么用神经网络来近似策略函数。 前面我们学过策略函数了,策略函数记作Pi A Given S,它是个概率密度函数,我们可以用它来自动控制agent运动。 策略函数的输入是当前状态S,它的输出是一个概率分布,给每一个动作A一个概率值。 举个超级马力的例子,把当前状态S作为输入。 Pi函数会输出三个概率值,每个动作对应一个概率值。 比如向左动作的概率值是0.2,向右是0.1,向上的概率是0.7。 这个例子里面,Pi函数的输入是状态S,输出是个三维向量,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动作的概率。 有了这三个概率值,agent就会做一次随机抽样,得到了动作A,左右,上,这三个动作都有可能被抽到,但是向上被抽到的概率最大是0.7。 随机抽样得到了动作A,agent就做A这个动作就好了。 只要有了一个好的策略函数Pi,我们就可以用Pi来自动控制agent运动。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策略函数呢? 假如一个游戏只有5个状态10个动作,那很好办。 我们画一张5乘10的表,表里面每一格对应一个概率,我们通过玩游戏把这50个概率值算出来就好了。 但是超级马力这样的游戏有无数个状态,根本不可能把每一个状态和每一个动作对应的概率记在一张表里。 想要agent自动玩超级马力这样的游戏,我没有办法直接算策略函数。 所以我们得做函数近似,学出来一个函数来近似策略函数。 函数近似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可以用线性函数,可以用kernel函数,也可以用神经网络。 如果用神经网络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神经网络称为policy network, 策略网络,把它记为pi,a,givens,andtheta。 这里的theta是神经网络的参数。 一开始theta是随机初始化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来改进theta。 如果是超级马力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策略网络设计成这个样。 输入是状态s,也就是当前屏幕上显示的画面,也可以是最近几帧的画面。 然后是一个或者几个卷积层,把画面变成特征向量。 然后全连接层把特征向量映射到一个三维向量,由于有三个动作,所以这里的维度是三。 随后要用softmax激活函数,这样的输出才是一个概率分布。 输出的是一个三维向量,每一个元素对应一个动作,里面的值都是动作的概率。 比如第一个值等于0.2,意思是向左的概率是0.2。 第二个值是0.1,对应向右的动作。 第三个值是0.7,对应向上的动作。 由于策略函数π是一个概率密度函数,所以π必须满足这个性质。 对于所有可能的动作a,比如左右上,把π函数的输出全都加起来,必须要等于1。 这个例子里面,0.2加0.1加0.7就等于1。 这个是概率密度函数的性质。 这就是为啥一定要在这里放一个softmax激活函数。 softmax可以让输出的都是正数,而且加和等于1。 我们来回顾一下statevaluefunction状态价值函数,并且对它做函数近似。 首先回顾一下discounterreturn折扣回报UT。 它的定义是从T时刻开始,未来所有奖励R的加全求和。 在T时刻,未来的奖励R还没有观测到,它们都是随机变量,所以用大写字母表示。 每个奖励R的随机性都来自于前一时刻的动作A和状态S。 动作的随机性来自于策略函数π,状态的随机性来自于状态转移函数P。 由于UT是所有奖励的加和,UT的随机性来自于未来所有的动作和状态。 ActionValue Function,动作价值函数Qπ,是UT的条件期望。 这个期望把T加1时刻以后的动作A和状态S都消掉了。 Qπ只依赖于当前时刻的状态ST和动作AT。 Qπ还依赖于策略函数π。 用不同的π,得到的Qπ就不一样。 Qπ可以评价在状态ST的情况下做出动作AT的好坏程度。 下一个概念,StateValue Function状态价值函数Vπ。 Vπ是Qπ的期望,把Qπ中的动作A给击掉。 这里的动作A被当成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函数是π。 把动作A给消掉了,这样一来,Vπ只跟策略函数π和当前状态S有关了。 给定策略函数π,Vπ可以评价当前状态的好坏。 Vπ越大,说明当前的胜算越大。 给定状态S,Vπ可以评价策略π的好坏。 如果π很好,Vπ就会比较大,说明胜算大。 反之,如果π不好,Vπ就会比较小,说明胜算小。 如果A是离散变量,比如向左,向右,向上这样的动作, Qπ的期望就可以这样展开。 对于所有动作A,把Qπ与概率密度函数π的内积做连加, 这样A就被消掉了。 假如A是个连续变量,比如从0到1之间所有的实数, 这样的话就要用积分来代替连加。 下面讲Policy-based Reinforcement Learning,可以翻译成策略学习。 刚才我们得到了State Value Function,状态价值函数Vπ。 现在我们来用神经网络近似Vπ。 刚才我们已经用了神经网络来近似策略函数π。 我们把Vπ中的策略函数π去换成了神经网络。 Vπ就变成了VSTθ。 这里的θ是神经网络中的参数。 现在我要讲策略学习的主要思想。 我们刚才用了策略网络来近似策略函数。 这样一来,状态价值函数就可以近似写成VSθ。 V可以评价状态S和策略网络的好坏。 给定状态S,策略网络越好,那么V的值就越大。 那么怎么样让策略网络变得越来越好呢? 我们可以改进模型参数θ,让VSθ来变大。 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就可以把目标函数定义为VSθ的期望,即做Gθ。 这个期望是关于状态S求的。 这里把状态S作为一个随机变量,用期望给去掉。 这样一来,变量就只剩下θ了。 目标函数Gθ就是对策略网络的评价。 策略网络越好,Gθ就越大。 所以呢,策略学习Policy Based Learning,目标就是改进θ,使得Gθ越大越好。 怎么样改进θ呢?我们要用到Policy Gradient的算法,翻译成策略梯度算法。 让Agent玩游戏,每一步都会观测到一个不同的状态S。 这个S就相当于是从状态的概率分布中随机抽样出来的。 观测到状态S,把VSθ关于θ求导,得到一个梯度。 然后用梯度上升来更新θ,这里的β是学习率。 其实这就像是随机梯度上升,我们算的不是梯度。 真正的梯度是目标函数Gθ关于θ的导数。 这里我们算的是V关于θ的导数。 其实就是个随机梯度,随机性来源于S。 为什么要用梯度上升呢? 因为我们想让目标函数Gθ变得越来越大。 这里V关于θ的导数就被叫做Policy Gradient,策略梯度。 我接下来要讲具体怎么算Policy Gradient。 想要学习策略网络,需要用到策略梯度算法。 策略梯度是V函数对神经网络参数θ的导数。 接下来我要讲怎么样求导,怎么样近似计算策略梯度。 刚才我们定义了VSθ,它是对StateValueFunction的近似。 这里的πA given S and θ是策略网络,θ是神经网络的参数。 策略梯度就是V对θ的导数。 下面我要做数学推导,把导数算出来。 根据定义,V就是这个连加,V对θ求导,就是这个连加对θ求导。 可以把求导运算推到连加里面去。 这样一来,连加的导数就成了导数的连加。 为了简化推导,我假设Qπ不依赖于θ,这样就可以把Qπ当作一个常数,从求导运算里面给提取出来,放到导数的外面。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等式右边,把π关于θ求导,再乘以Qπ,然后做连加。 这里我做了个假设,Qπ不依赖于θ。 这个假设其实不太对,因为Qπ跟π有关,而θ是π的参数,所以Qπ跟θ还是有关的。 这个推导并不严谨,我做这个简化只是为了让你们容易理解。 这样我就得到了这个策略梯度的公式。 策略梯度等于函数π关于θ求导,乘以Qπ,然后关于A做连加。 如果动作A是离散的,直接用这个公式就能把策略梯度给算出来。 然而实际应用的时候通常不会用这个公式来算策略梯度。 实际用的通常都是这个策略梯度的蒙特卡洛近似。 我接下来推导就是为了做近似。 π关于θ的导数,可以写成π乘以logπ关于θ的导数。 这一步是怎么来的呢? 从上往下不太好推,但是从下往上的验证会很容易。 我们来验证一下,用一下链式法则和log函数的性质。 logπθ关于θ求导,可以写成πθ分之一,再乘以πθ关于θ的导数。 这个πθ分之一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log函数的性质。 你拿logx关于x求导,就会得到x分之一。 拿πθ乘以这个导数,把导数展开,就得到了πθ乘以πθ分之一,再乘以πθ关于θ的导数。 πθ和πθ分之一可以抵消,只剩下π关于θ的导数。 这样我就证明了πθ乘以logπ关于θ的导数,等于πθ关于θ的导数。 我已经完成了从下往上的推导,我证明了圈出来的这两项相等,所以等式成立。 最后这个等式比较容易理解,π是个概率密度函数。 π乘以圈出来的这一项,再关于动作A做连加,就等于对圈出来的这一项求期望。 求期望的时候,把A当成随机变量,π是动作A的概率密度函数。 前面我说了,我这种推导过于简化了,其实是不严谨的。 这个推导只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策略梯度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呢,还有一项,要把Qπ也关于θ求导。 不过你不用太在意这个细节,即使把Qπ对于θ的导数也考虑进去,得到的最终结果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只是实际上用一下Policy Gradient算法,你就这么理解算法推导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推导出了策略梯度的两种等价形式。 第一种是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再做连加。 第二种是log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再关于随机变量A求期望。 这两种形式是等价的。 有了前面两个公式,我们就可以实际计算策略梯度了。 如果动作是离散的,比如动作是向左,向右,向上,我们就可以用第一种公式。 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再做连加。 具体怎么计算策略梯度呢? 把连加里面的东西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记作是函数Fαθ。 对于每一个动作A,比如向左,向右,向上,都把Fαθ的值计算出来就好了。 根据上面的公式,策略梯度就是把这些Fαθ全都加起来。 策略梯度等于Fleftθ加上Frightθ,再加上Fupθ。 对于离散的动作,用这个公式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动作A都每举出来,比如向左,向右,向上,然后计算Fαθ的函数值,再把它们都加起来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方法不适用于连续的动作。 假如动作是0到1之间所有的实数,那么就有无穷多个动作,我们不可能每举出每一个这样的动作。 对于连续的动作,比如动作空间A,是0到1之间所有的实数,我们可以用策略梯度的第二种公式。 log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再关于随机变量A求期望。 A是连续变量,所以呢,想要直接求这个期望就需要做定积分。 但是积分是做不到的,因为π函数是个神经网络,非常复杂。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数学公式把这个复杂的积分给算出来。 所以我们只好做蒙特卡洛近似,把这个期望给近似算出来。 蒙特卡洛近似是这么做的,随机抽样得到一个动作A hat。 抽样是根据概率密度函数π来抽的。 比如从0到1这个集合里抽样,我碰巧得到0.2,就用0.2作为动作A hat。 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 期望括号里面的是log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 我们把期望括号里面的logπ关于θ的导数乘以qπ,即为gA hatθ。 这里的A hat是一个确定的动作,比如A hat等于0.2。 有了A hat,直接算一下G A hatθ的值就好了。 根据函数G的定义,很显然,G A θ关于A求期望就等于策略梯度。 由于A hat是根据概率密度函数π随机抽出来的,所以呢,G A hatθ是策略梯度的一个无偏估计。 由于G A hatθ是策略梯度的无偏估计,所以可以用G A hatθ来近似策略梯度。 这叫做蒙特卡洛近似,蒙特卡洛就是抽一个或者很多个随机样本,用随机样本来近似期望。 更新模型参数θ的时候,用G A hatθ来作为近似的梯度就可以了。 不用计算出精确的策略梯度,即使你想算精确的梯度你也算不出来。 其实这种方法对于离散的动作也是适用的,比如从向左、向右、向上这三个动作中做随机抽样。 要是碰巧抽到了向左这个动作,那就让A hat等于向左,然后算G A hatθ的函数值,用它来近似策略梯度。 我们已经推导出了Policy Gradient策略梯度,并且知道怎么样用策略梯度来学习Policy Network策略网络。 下面我来总结一下策略梯度算法。 在第t个时间点,观测到了状态st。 接下来我们用蒙特卡洛近似来计算策略梯度。 把策略网络π作为概率密度函数,用它随机抽样得到一个动作at。 比如说at是向左的动作。 第三步是计算价值函数qπ的值,把结果记作小qt。 第四步是对策略网络π求导,算出logπ关于参数θ的导数。 得到的结果dθt是向量矩阵或者是张量。 dθt的大小跟θ是一样的,如果θ是1000乘1000的矩阵, 那么dθt也是1000乘1000的矩阵。 TensorFlow和PyTorch这些系统都支持自动求梯度。 你告诉系统at、st还有当前参数θt,系统可以自动求出来梯度dθt。 第五步是近似的算策略梯度。 之前我们已经推导过怎么样用一个随机样本a来算策略梯度的蒙特卡洛近似。 定义gatθt等于小qt乘以dθt。 由于at是根据π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gatθt就是策略梯度的蒙特卡洛近似。 最后一步,有了近似的策略梯度,就可以用它来更新策略网络的参数θ了。 旧的参数θt加上β乘以t度g,就得到了新的参数θt加1。 这是一步梯度上升,目的是让价值函数v变大。 这就是策略梯度算法,每一轮迪带都做这六步。 算法里还有个没解决的问题。 ActionValueFunction动作价值函数qπ是什么呢? 我们并不知道qπ,所以没有办法算这个函数值小qt。 我们该怎样近似计算这个函数值小qt呢? 有两个办法近似小qt。 第一个办法叫做reinforce算法。 算法是这样的,用策略网络py来控制agent运动。 从一开始一直玩到游戏结束,把整个游戏的轨迹都记录下来。 SEAER1,SRAR2R2,一直到最后STATRT。 观测到了所有的奖励R,我们就可以算出来returnUT,用这个公式。 UT是所有奖励R的加全球和。 由于价值函数qπ,STAT是大UT的期望,我们可以用大UT的观测值小UT来近似qπ。 所以呢,reinforce算法就是用观测到的小UT来代替qπ函数。 reinforce算法需要玩完一局游戏,观测到所有的奖励,然后才能更新策略网络。 计算价值函数qπ的另一种办法就是用一个神经网络来做函数近似。 原本已经用神经网络近似了策略函数π,现在拿另一个神经网络来近似价值函数qπ,这样就有了两个神经网络,一个被称为actor,一个被称为critic,这样就有了actor-critic方法。 我下节课来讲actor-critic方法。 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讲了policy-based method,策略学习。 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策略函数π,然后用π自动控制agent运动。 每当agent观测到状态st,agent就用π函数算出来一个概率分布,然后随机抽样得到动作at。 直接求策略函数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用神经网络来近似策略函数。 这个神经网络被称为policy-network,策略网络,记作π,a,given,s,and,θ。 θ是神经网络的参数,一开始随机出实化,然后通过policy-gradient,策略梯度算法来学习参数θ。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推导策略梯度和计算策略梯度。 策略梯度是价值函数v关于θ的导数。 算出了策略梯度,就做梯度上升来更新参数θ。 为什么要做梯度上升呢? 因为我们希望价值函数v越大越好。 目标函数是v关于状态s的期望。 这个目标函数可以理解为使用策略函数π,agent的平均胜算有多大。 策略函数越好,这个目标函数就会越大,agent的平均胜算也就越大。 这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上节课我们讲了价值学习,这节课讲了策略学习。 要是把价值学习和策略学习结合起来,就有了actor-critic方法。 我们下节课讲actor-critic方法。